嘿大家好,今天这一期会员节目呢,我们把上一期没有讲完的关于从Kagiru衍生出来的一些日语语法 应该是还剩下四条,把它全部给归纳完毕 在说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Kagiru它总体来说代表的什么意思 对吧,中文里面呢,它是一个受限的限 那在日语里面,它经常就表示一个范围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就是用一个集合去理解它 如果这个是一个大集合的话,那么Kagiru就是受限于这个范围之内 它就是表示这么一个范围,它有一个限定的意思啊 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OK,在这么一个共识之下,我们再来看它衍生出来的其他语法 可能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先讲两个,在字面意思上来看呢 这两个的意思是相反的 因为这边是Ni Kagiru Ni Kagiru的话,这个Ni相当于一个箭头 也就是中文里面说的文言一点,它就是于 那也就是受限于,或者在这个范围里面,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语法它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 它不仅有字面上的这个意思 它还有一种包含着感情色彩的两种意思 那我们先看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吧 在什么范围之内,对吧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 这个Kagiru,它的范围是什么 范围是拿着优惠券的客人 只有他们,其他人都不是 怎么样呢,将给予总金额10%的折扣 这句话就是字面上的,只有前面的这个范围 才能够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来一个有感情色彩的 一个人说Ameda,因为他看到外面下雨了 然后他说 Hyo ni kagi te kasa wo mo te i na kata 那么在这边,他所限定的范围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今天 他的言外之意就是 其他的时候,前几天 或者以前一直都是带着伞的 就是今天,他没有带伞 但是今天就下雨了 所以呢,这边可以理解成偏偏 这句话的意思是,啊,下雨了 偏偏今天我没带伞 我怎么就今天没带伞呢 这个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 再举一个例子 意思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理解逻辑也是一样的 他这边限定的范围是什么 是ウチの子 也就是我们家的孩子 他的言外之意就是 别的孩子都有可能 就是悪いことをする 做坏事 但是限定的就是我们家的孩子 就是不会做的 那这边是不是他的感情色彩就是 唯独,对不对 唯独我们家的孩子是不会做坏事的 所以呢,在理解他的这个重点是什么 这边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要想一下 这是一个范围 既然有范围的话 他其实就有言外之意 言外之意的话就是 其他的情况都怎么样 然后限定的这个情况 排除在外 这个意思 这能理解这句话 其实就能够做到99%理解了 剩下的就是自己多造几个例句 或者多在网上找几个例句就OK了 而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怎么样把它给理解了 OK,我们再来看 下面一个 比上面的要简单一点 因为它只是字面意思 就是不局限于前面这个 和刚才的理解方法一样 我们需要一点点的把它给拓展一下 它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就是不局限于前面的这个东西 那么后面要讲的 是不是比前面的这一个东西的范围要广一点 我们来画一个图 是这么一个大集合 然后呢里面一个小集合是A 外面大集合是B 这边说的是不局限于A这个范围 整一个B的这个范围呢 都包含在内 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呢 就不会把它和另外一个比较相似的语法给弄混淆了 那个语法就是Dake Denaku Dake就是指示吧 那个Denaku就是不是吧 加起来就是不指示前面这一下 后面要说的呢 就是它还有另外的一些情况 但是没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形象一点 再画一个集合图 如果Dake Denaku呢 就是不指示A 另外呢一个B 它也是怎么样的 它们没有一个交叉点 我们分别来举一个例子吧 形容一个店声音比较好 我们可以说 Kono Mise wa shumatsu ni kagirazu 物局限于周末 那接下来是不是范围更广呀 更广可以理解是全部时候吧 就是 Itsu mo kiaaku de ippai desu ippai就是满满当当的 什么时候客人都很多 那Dake Denaku呢 比如说我不只喜欢寿司 我还喜欢饭团 那可以说 O sushi Dake Denaku O niigiri mo 大好きです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第三个语法和第四个语法 它们在语法书上面呢 都是标记为N1的语法 也就是比较难的 但是我们如果用中文去理解呢 反倒比前面的一些语法要简单不少 一个一个来讲 第一个是 O kagiri ni 这边的 kagiri和下面这个一样 都理解成名词就行了 那名词的话 用这个线 用什么 能够组什么词 可以组成限定 或者界线 特别是用的这个界线 其实是非常好的 那这边的O呢 是什么呢 O其实就是汉字的把 ni表示方向 但凡有ni在 而且比较抽象的词呢 很多其实都是表示 前面是一个时间的 也就是说 把前面的一个时间 作为一个界限 之后就怎么样了 举一个女孩子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减肥 经常会有女孩子说 喝完今天这一杯奶茶以后 接下来我就不喝了 那是不是就是 以今天为限 以后就怎么样了 きょうをかぎりに 把今天作为极限 milkutiはやめます 就记了 再来看最后一个 かぎりだ 这个だ 就是说 后面是句号了 对吧 那他这是什么呢 其实叫做极限 前面呢 他当作名词来使用 如果前面是形容词 可以直接 i接上去就行了 如果前面是名词呢 加一个no 看具体情况 反正他就当作名词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一句话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 お前にかかれて 能够见到您 这是一个字签的用法吧 公演の限り でございます 真是 荣幸之至啊 真是 光荣到了极点呀 拜拜